好吧 镜头转到英国 因为6月6号是二战著名的诺曼底登陆80周年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王后卡米拉以及威廉王子 和首相苏纳克在5号去前往英格兰的 胡茨茅斯来出席纪念活动 而查尔斯三世在致辞的时候 也赞扬在诺曼底登陆 这个登陆日的时候服役和作战士兵的勇敢付出 而威廉王子引用了朗读参与 诺曼底登陆的军官阿拉斯泰尔 班纳曼他的日记 而三名的王室成员将会在稍后前往诺曼底 来出席由法国举办的纪念活动 而同一天出席活动的 还有当年参与登陆战的老兵 现在最年轻的幸存者已经接近100岁 他们同样会在稍后乘船前往诺曼底 来出席纪念活动 而1944年的6月6号 盟军是由朴次茅斯港口来出发横渡 因吉利海峡在法国诺曼底来登陆 也拉开了盟军在欧洲战场反攻的序幕 因吉利海峡在法国诺曼底下方法 因吉利海峡在法国诺曼底下方法 因吉利海峡在法国诺曼底下方法